移業 利用跟移業外的備損的問題 所以它的會計處理方式 是有這樣的一段的提示 那目前還要用我們的準則裡面 或者是我們的工網 或者是我們的選領港的編織方式 就是維持我們之前的模式 那我要談的是從 那這是我們中派裡面說這樣的 那到了中派呢 我們要加一些什麼東西進來? 好 那到中派裡面呢 那我們就要去提一些 中派裡面特有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中派就是從這下面 我從這一段往下再去解釋 可能發生的交易 那這些交易 有些可能不是經常性的 但是也有一些可能是每年都會有的 好 那我們先談一個 所以經常性會 不是 不經常性發生 但是當我們在計算 本期損益的時候會用到的 我們知道本期損益的目的在哪裡? 我們知道本期損益的目的 一個完整的損益表 其實除了假設我所有的交易 經營出所有的交易 就這樣而已 但是在最後得到本期信領之後 不代表這損益表就完整喔 還不完整 尤其是理事股份有限公司的話 你要做什麼? 每股盈益的結論 好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呢 我們隨意表 到這裡 本期最後淨益之後 我們最後會加一個每股盈益 那如果這個例子呢 這個公司呢 它的很單純 然後這是什麼? 就直接寫每股盈盈的 金額是多少就好 每股盈盈的計算 看一看 找一個 取檸檬 每股盈盈 很簡單的 每股盈盈怎麼辦? 試一下 很簡單的就覺得有 我們重點已經有在 就告訊說 基本上是一秒 不是到這樣子的結束 後面還要揭露一秒 沒股盈盈 好 大概九十分鐘 裡面人家把 開的時間留下去 可以 有一時能不再特別有福利 好 也可以 這特別有福利呢 可能就是要看 它有沒有發行特別的 好 那有沒有人要補充一下 我要注意一下是北京 它有沒有人要補充一下哪裡 流通在外補助 好 它不是我要的 流通一定在外啦 好 所以它這個應該是 但是比較不是大問題 流通在外補助 因為要補充一下 把那個十分鐘 我剛剛講一下它寫的時候 大致來講叫三九十分鐘 好 當然有沒有人特別補充力 要看兩個公司 那我想流通一定是指在那嗎 在那補充之後自己知道了 所以我認為的十分鐘它不是在補充 我認為的十分鐘它不是在補充 我認為的在那補充 現在是在補充 那有誰可以講 imagin到哪補充 那補充能在哪補充 女撲充 西島呢 徐瑞玲 林漢德 林漢德 那個剛才請同學上來寫BPS 你覺得他能寫BPS的計算 給會什麼地方? 會不完整的 蛤? 顏配成 是 給大家加權平均 這是一個地方 好啊 給你們表現的機會很明顯 加權平均 很重要啊 如果你解決中佔大股數 我還不會一定強調說你一定要加權平均 你為什麼? 如果從頭到尾一年都沒有增資減資 沒有包括股票或股票 就會出問題 可是你有寫的平均 表示你當年這個股數是有異動的 那既然有異動 你要做的不是簡單平均 或是起初加起末除以二 這種簡單平均 讓你能夠講對文字的表達 就會比較精確一點 好 所以這是基本美股贏語的計算 基本美股贏語或者叫簡單美股贏語 都可以 好 我現在已經比較簡單 基本美股贏語的計算 所以我的損益表要到這個地方揭露美股贏語之後 這個損益表才算是完整的 但是我說你的交易就是很例行性的 沒有什麼太異常的 所以你的美股 你的最後經歷的目的幹嘛呢? 算出來的目的是要算出我的EPS 好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我要算出我的EPS 好 美股贏語 那我說這是我們初派裡面所提到的 那到了我們中派裡頭 總是有一點不一樣 你看整個中派呢?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談了 這是經常性會有的 但是接下來要談的 不見得是經常性有的 那甚至有些是 雖然是經常性有的 可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的 我們上面講的這些東西 幾乎是每一家公司都有的 如果你是買賣業 你是製造業 一定會有成本 一定有費用 你難免會有發生營業外的問題 你一定會有稅的問題 就算你沒有賺錢 你也會什麼所得稅的利益 所以一定會有稅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經常一家公司 每一年度都會有的 但是我們現在談的是 接下來要講的 不是每一年都有 或者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 所以這是我們中環裡頭要談的 但是一般上市櫃公司 或者是大一點的公司 我們講這次可能是小 通常性的 通常性企業可能就是這樣而已 可是你稍去規模的公司 你可能被關心的交易就 一定會有下面 所以你去看一下 所有上市櫃公司觀測站 這公司的報表 隨意表意都不是找這個簡訊 它一定有後面的容器 好 所以當然我們就是要講 我們去小公司 我們的目標是讓這個公司是有規模的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談一個公司 大家應該記得這個洪基 洪基從買一下西門子 然後就把西門子拋棄去後 其實洪基的負面是應該蠻多的 那不過大概是五、六年前吧 他把那就是也不算違約吧 我不知道他們合約怎麼訂的 本來洪基是要買西門子的手機的部門 後來他發現可能兩年之後 發現他買了它其實是對他公司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他就不要買它了 所以那一段時間他的薪水展到的蠻大的 所以我記得洪基的股價 大概剛才之前有九十幾塊 然後那一陣子跌到剩六十幾塊 那是西門子 所以假設說洪基他在歐洲 他還受了一個不滿 那當然洪基最近他的更慘現在二十幾塊 那原因就是不知道我們探討的範圍 以後你們管理學啦 我們再去探討這個問題 那假設洪基因為本來他的市場 洪基在歐洲的市場率還算不錯 跟華座是不相上下 那但是因為這幾年來洪基在歐洲其實是 但有一則原因是歐洲的市場 歐洲的景氣不好 所以洪基也關了他在歐洲的幾個門市 假設我在德國的漢堡有一個門市 我把它關掉了 好 那關掉了之後呢 但我們在報導 我剛剛也已經講過 我們財務報表報導的時候 其實是叫什麼 是有一個比較 我們有一個財務報表的比值 就是要能夠有比較輕 那我們之前的財務報表裡面 是有把譬如說德國漢堡的這個門市的 營收費用呢 就交進來 那現在他把它取消掉 他要把它停業掉了 那我要把它單獨列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停業部 好 我們叫停業單位 好 那我剛剛講了 好 從稅這邊之後 不是每一年都會發生的 因為每一年都會有個停業部門 停業單位的話 那很快你家洪基可能 表不起十年的官網 你做的單位都官完了 你不是結束一年嗎 所以這個停業不會每一年都有 好 所以呢 因為你下面有個停業 因為我們這個項目的名稱 我就要把它改成叫做 繼續營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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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營業單位損益 請你記得這個 你會叫做繼續營業的時候 是因為現在有了停業 如果今年我們有停業部門的話 你就叫做最後建立就好了 好 這個名稱 這個項目的名稱不是不變的 我叫做繼續營業後面的停業 假設我今年沒有停業部門 那我上面還在叫繼續營業嗎 這文字我不能說你錯 因為算算隨意的結果 是不是有什麼影響 但是呢 我會說你的用字 好 我勾進嘴 好 所以呢 你要記得喔 我會叫繼續營業是因為我有停業 下面有停業單位的要報道 如果沒有 我就叫做最後建立就要報道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呢 我的停業單位損益 要怎麼報道 好 我停業單位損益呢 我要把它分成三個項目 好 一個是停業 一個是停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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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它報導的金額 都是指後掉稅、所得稅的影響之外 第四要請你記得 我的所得稅寫在那裡囉 接下來之後的所有的項目都要報導 是稅後的金額 那當然也有書上有些報導的寫法就是 我都是寫稅前的 這三個都寫稅前的 然後最後再減你的所得稅的費用 或者是所得稅的影響 也不見得是費用嗎? 因為它前面如果都是損失 我其實會產生所得稅另一個 所以有一些的寫法就是 我這三個都寫了 然後後面再減 都是稅前的後面減一個所得稅的費用 或者所得稅影響數也可以 但是重點是一般來講 我們會比較前面這樣寫 也就是說我的所得稅費用 基本上是在我的聚運業單位之前 會產生一個所得稅費用這個科目 之後的你就不再另外產生所得稅費用這個科目 而是它的報導基本都是把它的金額 扣掉所得稅的影響之後來劣勢 所以它就是稅費用這個科目 好 那我接下來解釋喔 這個都不是會計科目 基本上它不見得 我說了 報表裡面 絕大部分是項目 不是會計科目 好 比如說一頁的這個消貨金額 大家寫過那麼多的派基金額嗎? 有寫過Net Sales 假設我們說 我們前面用的是原文書耶 好 那你有寫過Net Sales嗎? 消貨金額它的英文叫做Net Sales 那我們以前只有寫的嗎? Sales for revenue 消貨收入而已啊 我們沒有寫過消貨金額 消貨金額是個什麼? 是一個項目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寫意表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項目 好 除了消貨收入可能是科目 沒有可能是項目 看你怎麼去組成的 那我的本期進貨成本 也不會是什麼? 不是會計科目 了不起我們的定期盤平均 就叫進貨而已啊 我們不會叫本期進貨 我們的存貨只有分什麼? 我們的存貨叫做存... 我們的會計科目叫存貨 但是起初起末 都是我們給他一個項目而已 所以我剛剛講 是你要特別記得 當然我們的報表 是藉由會計科目的資料 去匯總出來的 但是我們表達在我們的報表上面的 絕大部分是項目的方式來報導 好 你不會把所有的會計科目都列上去 那就落落肯本 那就是你可能要寫好幾十頁的報表 所以光是一個選本 可能就要寫好幾十頁 所以它不會是純粹的是科目 可是大部分是什麼? 科目去組成的項目去表達 好 雖然我剛剛講說這個 它也是什麼? 它也是科目去組成出來的 好 那我們來分一下什麼東西 什麼哪些交易發生 我們要用我們把它歸類在營業 哪些交易發生?我們叫做主份 哪些交易發生?我們叫做平價 好 第一個 營業 好 我們剛剛講說 投機在漢堡 德國漢堡的門市 好 今天董事會決定了 所以我們要節省我們的管銷費用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把德國漢堡的門市關掉 是 關掉也不是說關就關啊 它裡面有一些基本的 比如說本來還在賣的手機 賣的電腦 那你可能會想說 好吧 我就是初期嘛 大家從頭上在網路上 他們會什麼?結束營業到開賣嗎? 好 所以它賣 我已經決定好要結束營業了 但是我要把我現在在我的門市上面的一些商品 我先把它賣掉 這些賣掉 這些所產生的收入費用 就叫做營業 這樣搞懂嗎? 好 也就是說 我賣我原來的商品 那我本來營業的項目所產生的 我就叫做營業 審議 那現在審議的是什麼? 它的營業收入 審計它的股店費用 好 如果我收入小於我的費用 我就產生損失 那我後面就會什麼? 稅後就會產生所得稅的節省 所以本來我損失兩萬 那因為我節省了五千塊的所得稅 所以我的營業損益 最後的金額就是整市零萬五千 大家聽懂嗎?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什麼叫處分? 一個門市它總有一些固定的設備 比如說 好 那因為紅金它總是要什麼? 要有一個逼近電視 可能是什麼? 80吋的 因為要夠大嘛 才能夠是人家進來 它的門市看啊 因為這個80吋的液晶電視 那我不想搬 我就把它賣掉 所以我賣掉 我原來不是經常是營業的項目 是賣掉我的設備的 所產生的 叫做處分的設備 就像我賣固定資產一樣嘛 大家記得嗎? 我在賣固定資產 我的機器 我的機器呢 現在的帳面價值有30萬 那我賣掉32萬 那我就儲分利益2萬塊 這個是處分的原因 這樣聽懂嗎? 所以處分是指我賣掉我的設備 賣掉我的固定資產的部分 好 所產生的 帳面價值跟我處分的價值中間的差 叫做處分的設備 那一樣 這個處分主義也要扣掉我的稅的影響 當然如果你的賣價高於你的帳面價值 你就產生利益 那產生利益就要割稅了 所以以前要所得稅的影響之後 那你第一個金融會比較少 好 這是處分 那第二個 第三個 評價 評價是指什麼? 前面講的營業是我賣掉的 這個營業單位本來正常在經營的項目 譬如說商品 好 那我就叫營業 那我賣掉我自己的儲分 營業單位的固定資產 我叫儲分 好 賣掉了 那評價是什麼? 指還沒有賣掉 我的液晶電視賣掉了 就產生儲分成因子 但是我賣也不是很快就可以全部把它賣掉啊 我可能還有一些什麼? 展示的一些設備 對 好 那但我不知道德國會熱 汗房會不會熱 所以我有冷氣或暖氣機 那這種東西我也要把它賣掉 可是有些說賣就賣啊 好 我怎麼走走 總是要找到什麼? 欸 人家出的價格我覺得合適合理才要賣啊 所以當我還沒有賣 但是年度結束了 就像我們之前談到固定資產期末要添加一樣 固定資產期末除了要做折舊費用的成本分開之外 我們還要做什麼? 資產減損測試 這就是評價 好 只是這個評價呢 我們之前講的資產減損測試的時候 我們是只能承認減損損失 也就是說 如果我的可回收金額高於我的帳面金額 我是沒有損失發生的 它沒有損失發生 什麼事也不用做 因為我們不能承認固定資產的未實現利益 但是當我這個部門 這個單位呢 要除分了 要停業了 所以我要除分了 但是它的評價損益都可以承認 我這個資產 現在我賬上只有20萬 可是我評估 我覺得我可以賣掉25萬 我就可以承認5萬塊的評價利益 好 所以我的評價是指所有果位出售的資產 包括流動跟非流動的資產 照面價值跟它的所謂的公平價值中間的差 因為它好像真的實現 這種叫做評價 我評估出來的價值 叫做評價 只是這個評價可以承認損失 也可以承認利益 這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要清楚嗎? 好 所以我的停業單位就是把 同期在漢堡這個門市 所有的已經實現 還有未實現去評估出來的 都放在停業單位損益的報導這個範圍 這個地方 我沒有併到我的正常的 因為它已經在停業了 所以我把經常性的 跟國停業的把它分開 為什麼要分開 為什麼要分開 比如說 我漢堡本來在賣的是電腦 那我在台北 宏基的門市 全國賣給委託全國賣 假設我在全國有沒有專櫃 賣的是電腦 那一要賣電腦 為什麼德國漢堡賣的電腦的收入 我又不能併在這個營業收入裡面 我又不去把它分開 這個營業 為什麼 這我們剛才講過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會不會停火鍋 為什麼我要分開 陳希 STOP 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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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 好,然後呢 好,然後呢 好,添多餡 好,添重 來,你說一下 為什麼我要分開 這裡我們剛其實有講過了 雜子,知道 你們要想到為什麼 為什麼要分開 為什麼要這樣邊緣啊 為什麼要維持音樂跟音樂乾燥 再分開,原因在哪? 我記得,剛才講說,後面有什麼事? 等一下,你剛說什麼? 不是,你剛說什麼?繼續營業啊? 後面有一個東西,很厲害 很厲害,我不知道耶 很厲害 好,但她會進去一面 所以… 時間? 韓國變得、心跟ắn 상황 對,然後用它氣力的話, 就能把 Muhammad 釣riet掉 我現在可能 específic點 那可是跟你說,自己有點場帶 好 好 我只想大家有不同的聲音 我剛剛講過我們的報表的目的是要幹嘛 我們第一次報表的目的是要幹嘛 才能夠預測未來 那如果我把其內的東西 跟我的聚學東西綁在一起的話 我把未來不會再有了這個部門的營修的影響 跟聚學營業單位的放在一起 我把這個東西再去預估你給 未來會準嗎? 它不會準啊 我剛剛講我們預測就叫什麼 不會經常性的 連年都會發生的 我再來預測啊 或今年發生以後不會發生的 那我把它放進來做未來的預測 那你預測的就會什麼? 就會犧牲很多 會影響你的錯誤或者是真實 跟你的預測會差很多 所以我們要把它分開 所以為什麼要分開 是因為我們剛剛講我們的報表 編表只是把歷史的資料把它揮種下來而已 我們希望從報表裡面去見網之來 好 所以我們要見網之來就是 這個公司已經有的東西 我才評估你未來會怎麼發展 那這個已經沒有了 我再拿來評估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啊 好 所以像這個東西呢 我就可以把它分開來報導 為什麼繼續跟停頁 要把它分開 對 已經分開這裡 好 那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繼續捏單位 我們在我們的隨意表上面的報導呢 我們是把它分成這三類來報導 好 這三類 因為特別記得它是稅後的金額 那這兩個都是已經實際上發生的 已經實踐了 就是說現在的資料裡頭已經很確定 知道它發生的利益和損失是多少 這個是還沒有發生 但是我會什麼 我去估計過來 我去估計過來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評價利益也可以承認喔 好 所以為什麼我的評價的項目 去指這個看法這個門市 還沒有賣掉的所有東西 包括我本來要賣的手機 包括我本來要賣的電腦 平板等等 因為它還沒有賣掉 因為我要賣掉存貨是屬於流動資產嘛 那除了這個門市裡面的這個流動資產商品之外 我還有其他一些設備 譬如說我的晚七七 假設德國很好 我也有晚七七 還沒有賣啊 所以這些所有還沒有賣的 不管是流動也好 非流動也好 這些資產扣掉它的負債之後的金額 賬業價值跟市場價值來做比較 用我評估的公里價值來做比較 那比較出來如果我的公里價值比較高 我就產生平價利益 相反的如果我的賬業價值比較高 我就產生平價利益 相反的如果我的賬業價值比較高 所以平價這個是平價 就是還沒有發生 可是因為我很快 那你就會問喔 那為什麼固定資產的那個減分 我只能固定資產評價的時候 我只能承認減分損失 不能承認利益 那為什麼我這個評價 那為什麼我這個評價 我只能承認減分損失 我只能承認減分損失